来了 我是师傅方的二驴 就问你气不气人吧 今天这家早餐店开的可有年头了 听说把对面市场都快熬黄了 他依然坚挺 早餐就是水饼豆腐脑 外加小咸菜 其他时间呢 也有水饼豆腐脑 当然也可以点菜 家族市经营的小店 老板老板娘像起了百年老店的掌柜 姨父 这生意我不想做 好吧好吧 买给他 就这个样子 说来也挺有意思 因为太长时间不吃这东西了 已经忘记怎么买了 进门就问了一句 你家这饼两张够吃吧 老板说 我家这饼两斤半一张 我立马说 那来十块钱的吧 再够了吧 再来一碗豆腐脑 老板看了我一眼 你几个人啊 我一个人啊 好好那来五块钱的 老板说这样吧 饼跟豆腐脑 一共算你五块 好家伙炒帅了 超低一嘴的本力口音 就像没吃过一样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们 不过还真是第一次见豆腐脑 把卤子分开的 就干吃这豆腐脑 豆子味还挺浓挺香 并且还挺有韧劲的 加点卤子尝尝 这卤子里肉眼可见的 就是一些鸡蛋丝和葱花 其他怎么调出来的 就不知道了 不错不错 距离百年老店 还有六七十年 这都一上午了 不是早饭点 现在是中午饭点 放了一上午 还能吃出这味道 可见功力一般呢 不过这卤子挺咸呢 怪不得分开放 这是让大家量力而行 因人而异来的 刚才的豆腐脑一块五 那么这些饼就是三块五 如果真来十块钱的 那必然吃不了豆腐的走了 这正是我期待中的样子 水饼好像又叫油饼 但是是香而不油 在网上看到了几条评价 是这样说的 说迎口地区 做水饼豆腐脑的小店 都不错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水饼豆腐脑 是迎口地区特色的早餐 就这样来一份豆腐脑 再来一些水饼 如果有小咸菜 再来一些小咸菜 那这顿早饭 那就beautiful了 那叫一个地道 咱们look一look 五块钱吃到春 想都不敢想 关注我 带你吃遍全国的美食